第四百二十二集 是一口金戈 一座山岳模样 一葫芦青拳 都是上古有名的五行宝贝 而其他十二件上品稻妻 都是远古货色 拥有强大的世界之力 威力无双组成了一个阵法 在七少威的世界之中 游异稳固精闭系 不过现在 这些宝贝 都被方寒的笼罩一抓 统统都抓了出来 落入方寒的掌握之中 可惜啊 这些上品稻妻 半绝品稻妻 如果拿出去卖 恐怕价值数十兆 甚至接近百兆 实在是可惜 拿去圣祭太可惜了 但是能够杀死枯荣真君 也是值得的 方寒把这些宝贝一抓在手中 动用八步浮屠之力镇压 感觉到这些宝贝 气凌的跳跃 种种神奇奥妙 心中都舍不得 尤其是内建半绝品稻妻 如果能够融入大五星树中 更能够得到巨大的好处 但方寒绝对是一个敢于舍弃 心狠守毒的人物 一转念 就把舍不得的念头 给镇压了下去 把这些法宝向商一抛 突然发出了 圣祭大仙树 天地苍茫 人道结束 一结一运 祭祀上苍 天地同利 天地同寿 方寒突然一动 施展出圣祭大仙树 把圣祭符文 一下子打入了这些法宝之中 这些法宝被圣祭的力量点燃 立刻熊熊燃烧起来 本来啊 这些半绝品稻妻 上品稻妻 都经过无上的千锤百炼 一般的火焰 就算是天界静火 也无法燃烧 但是 这圣祭的火焰 一下子就把这些倒气的本体 连同气灵融化掉 这些圣祭的火焰 并不是方寒本身发出来的 方寒惊奇地发现 这些圣祭的火焰 是从虚空中引燃来的 在施展出圣祭大仙树的一刻 方寒脑海之中突然一震就感觉到了圣祭大仙树似乎是沟通了天地之中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存在 他的神念到达了遥远的宇宙深处 诸天万界的深处 甚至是倒流时间到达了远古洪荒 甚至比远古洪荒更为古老的过去 仿佛上一个宇宙破碎之前的时候 在方寒的印象之中 他仿佛看见了一座比天地还大的古老祭坛 那祭坛上面缠绕着神秘之气 一种谁也无法理解 谁也无法看清楚的巨大祭坛 在祭坛中央燃烧着无穷圣火 圣火中央孕育着一尊似人非人的上古神灵般的存在 那些圣祭火焰正是圣祭仙树 从这古老祭坛之中从虚空中引导而来的 烧一燃烧 所有的上品倒气 半绝品倒气都全部融化 然后以一种方寒无法理解的速度和方式 再次没入虚空 投入了那巨大祭坛之中 接受到了这股祭祀的力量 轰隆之间 方寒就感觉到一股虚空大力反馈降临下来 灌注进入了方寒的灵魂深处 血肉血窍各种法力神通之间 这股力量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甚至是无所不容 比仙界纯阳之气更要高一个等级 也不知道是什么元气 瞬息之间方寒的法力暴涨着寸寸飙升 甚至是那些力量在他身体之中 凝结成了一枚虚拟的世界法子种子 把他的境界深深地拔高到了界王境的层次 不过这枚虚拟的世界法子种子 方寒根本就无法约束 也无法练化 好像是投影 又好像是虚幻 但是力量却真真正正地存在着 神奇 神奇 这是什么 言 尽管方寒见多识广 知道不少东西 但圣迹之中 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古老祭台 那股力量 他一点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眼也惊讶地呆了 但是 天体之间 有许多古老而强大的存在 他们都善于接受祭祀 而反馈力量 这些古老而强大的存在 有的甚至是上一个宇宙 躲过了天人武衰的人物 有的居住在仙界 有的居住在宇宙深处 遨游在时间空间 甚至是命运的缝隙之中 类似于鸿蒙道人 鸿黄祖龙 始祖圣王 世间自在王佛 造化仙王那样的存在 你现在施展出的圣迹大仙术 也许就是沟通那些神秘古老强横 存在的一种法门 你献祭法宝 它反馈你力量 这些东西 无法想象明白 我们和它们相比 都是蚂蚁一般 别说我们 就算是真仙 天仙和它们相比 也是蚂蚁灰尘 一口气 可以吹死千万个 好 我已经决答出来了 这圣迹产生的力量 马上就要消失 不过 在消失之前 我足可以越街 击杀酷龙真君 让它作为我巴布浮屠的种子 方寒全身力量澎湃 它的身体足足大了三倍 手臂粗大 囚结如龙 那股虚拟的力量 把它生生拔高 使得它衍生出了自己的一个虚拟世界 圣迹之法 古老存在 日月存亡 方寒自己也察觉不出来 自己现在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自己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不过 他也没有时间去多想 而就是再次 人宝合一 身上带着圣迹的火焰 猛的一震 宛如开天霹地 升腾而出 双手一拉 虚空中一条足足长达上翼里的空间之门被直接撕开 带着千百万兆的空间风暴降临下来 不好 枯荣真君吴管家正在施展鬼斧神功大仙术要斩杀方寒 以混动境的境界周身震荡 不惜耗费寿援 但是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方寒骤然发威 一部足可以媲美虚仙的恐怖气息 从无量横杀的包裹之中生腾起来 无量横杀先是碎裂 然后化为千百杀力光芒被弹射了出去 方寒跳跃出来 大手如苍穹崩塌 处处都是一种崩坏 燃烧的圣迹火焰 还有混乱的风暴 世界之力 这一下儿 竟然压迫的枯荣真君喘息不过来 枯荣真君 受死吧 方寒此时力量澎湃 体内每一滴血液 都好像是一座狂暴的汪洋大海 张口一吐息就如天河断裂 摧毁掉一颗星球 他仁宝合一 借助圣迹的力量 万丈火焰自虚空而起 把枯荣真君的混动法则都给压制住 然后手掌一抓一拍 破掉无量横杀 擒拿枯荣真君 气势真有仙人从仙界降临下来的味道 巴达 枯荣真君猝不及防之下 再次凝聚起鬼斧神功大仙术 化为大斧头 全身之中 无数纯阳丹药燃烧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他这次到这里 不但携带了十八尊雄霸卫 无量横杀 还携带了足足十亿丹药 准备催动诸多法宝所用 他是混动井高手 能够完全催动一件绝品道气 不过 无量横杀比起一般的绝品道气 需要消耗的元气要大得多 还是需要丹药 才能够发挥出终极威力 无量横杀 最终形态 终极威力 枯荣真君一口气喷射出去的时候 足足一罩的丹药燃烧着 进入了无量横杀之中 这无量横杀立刻狂暴 再次凝结 粒粒横杀组成了一个圆球 圆球如同鸡卵 层层叠叠打开了虚空 从遥远的一个大世界中 传递出来浩瀚的力量 和这横杀结合 在横杀的内部 产生出了一种破灭的力量 抵挡住了方寒的压迫 这无量横杀 居然可以偷窃无量大世界的力量 不过品质太低 远远比不得苍生大印 就算是再燃烧更多的丹药 也无济于事 方寒的脸上显现出了笑容 丝毫不在意 一掌拍下 变换出了亿万掌影 携带着极道大地的真型 黄泉图的轮回之盘 打得枯荣真君的鬼斧神功大仙术 又开始崩溃 那结成的无量大世界的横杀 也一下子爆散 哭 枯荣真君连连退后 在星河之中弹射 张口就吐出了一口鲜血 居然受伤了 不好 速退 他在受伤之间 自身世界化为一个巨大混动 把十八尊熊霸卫吞了进去 自身身体突然化为了一个身穿黑色铠甲的巨人 向外跳跃 要逃跑到星河的深处 先把方寒的圣迹的力量消耗掉再说 圣迹的力量只能持续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 力量就会消失 又恢复平常 在方寒施展出圣迹大仙术的力量下 他接近崩溃 无法对抗 方寒此时的力量已经接近了虚仙 虚仙和混动静虽然只相差了一个境界 但是这个境界就是天和地的区别 一个是修士 一个已经是仙 所以 呼荣真君当机立断 立刻逃走 等待时机 只要圣迹力量一消失 他就进行反击 我连天都可以搏杀 何况你 呼荣真君 守死 方寒乘着圣迹的力量没有消失 大步在星河之中奔跑 追击枯荣真君 他现在的脚步 浓缩空间和时间 甚至浓缩世界 几十颗星球的距离 本来相差数千亿 甚至照理 却被一步之间无限浓缩 他一步就跨越过去 在追赶之时 他的气势也无限拔高 圣迹的火焰越来越大 沿途路过 有一些生命繁荣的小型星球 被圣迹的火焰一卷 立刻就被融入其中 其中的一些生灵宝藏也都被献祭 然后 方寒的力量更加增强 方寒发现 这圣迹大千数献祭的对象 第一是生灵 第二是蕴含元气丰富的宝藏 品质越好 献祭反馈的力量就越大 居然能够盛起星球 一路逃跑的枯荣真君 无意之间 看见方寒在后面 一面追赶 一面献祭星球 不由惊骇的是 肝胆剧烈 差点失去了斗志 这小子啊 这么狠辣 也不知道是什么怪胎 窟窿真君连蛋都扭曲了 拼命逃走 拖延时间 只有虚仙才能够对付他 他现在的状态 在虚仙之下 简直无敌 除非我拥有仙气 可是仙气 我也无法催动 我们真君楼 也没有仙气 楼主做死官 不知道 接受到了我的传信没有 加速运转 世界之力 白溪 你速速把大世界术 先打入我的体内 我来追击此人 方寒神念一动 就沟通了白溪 命令之下 白溪把大世界术 打入方寒体内 哗啦 方寒的速度顿时激增 那大世界术和大挪移术 隐隐约约 有了一种结合 连续几个闪烁 方寒就追上了 枯荣真君 上下左右 八方六合 在他一动之间 全部都封锁起来 施展出了大风一术 破 枯荣真君怒火中烧 双眼血红 人宝 何意 和无量横杀 处于一种半结合的状态 撞击出去 把大风一术 撞脱 不过 这一下 延迟了速度 大风一术虽然被撞破 方寒的眉心中 就喷射出了苍生大印 降落到了枯荣真君的头顶上 枯荣真君双手上撑 企图拖住这宝贝 身上的黑铁台甲 都显现出了裂痕 竟然一下子 把苍生大印都给支撑住 但是 他虽然支撑住了苍生大印 却无法逃走了 方寒立刻一掌击出 直接铺开他的黑色盔甲 轰击向他体内的视野 混动境的高手 体内世界极其的强大 比起戒王境的高手 不知道要强横多少倍 这体内世界已经化成了混动 不但是汲取仙界元气速度大增 而且能够化解一切攻击 无论是什么攻击 击打在混动境高手身体上 都会进入混动之内 化解消化 就算是上品倒气轰击进去 也要被彻底的搅碎 任何力量都能够被溶解 就如虚空混动 吸纳一切 容纳一切 方寒虽然能够一拳就称暴七少威 九鼎仙尊等人的世界 但是对于枯荣真军的世界 却就没有那么容易击破了 混动之力 法则运转化解攻击 看见方寒一拳轰击在自己身体上 枯荣真军一面拖出苍生大印 一面催动自己的混动法则 要化解方寒源源不断轰击进来的巨大力量 我就不信 撑不抱你 任保合一 进入身体 瓦解混动 颠覆规则 方寒再次一击 连同整个身体都进入了枯荣真军的混动之中 本来 进入一个高手的洞天之中 都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 在对方的洞天中 任何法则都是对方规定 任何元气 都是对方操纵 等于是落入了对方的陷阱中 只能任凭宰割 洞天就如此恐怖 更别说是世界了 尤其是修成的混动的世界 更为恐怖 无与伦比 不过 富贵显中求 方寒冲入其中 正是要凭借圣记还没有消失的时候 把枯荣真军从内部爆破 不然的话 圣记之力一旦消失 这枯荣真军很容易就能够逃走 甚至是可以展开反击 混动境的高手 多么恐怖 谁都知道 如果现在放到玄黄大世界中去 这种高手 瞬间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仙道大门派 和仙道师门并列 并且 各大门派的高手 都要送来贺礼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尽管方寒现在法力无边 宝贝诸多 无穷丹药 绝品 盗器满身 但是 也无法真正击杀混动境的高手 对方失败了 完全可以逃走 到了这一点 近乎于不灭了 一下子 连人带宝贝都进入了对方的混动世界之中 方寒就好像一头蚂蚁 跌入了汪洋大海之内 一片混盲的元气到处转动 那元气相互挤压 比山海还要沉重 而且 一股来自于宇宙之中混动之力的旋转 使得它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这些混盲的元气 夹杂世界之力 天位之力 造物之力 时间之力 空间之力 呈现出了一种混元的姿态 有规律的高速旋转着 每一个刹那之间 旋转足足达一兆多次 这些法则如此高速旋转 使得本身世界和仙界 有一种相互的吸引力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露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 永生 第四百二十二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 虽然是让 ár惹杀ierte 虽然は